我的家人呢 美女也都很期待神运的演出 他们跟我说 妈妈 我们来看这个神运呢 就好像做了一次文化美容一样 已经写在课本上的故事 现在呢都在舞台上活灵活现的 有一个很特殊的展现 我相信我们在场很多 很多看过神运的朋友 相信都会认同我这个说法 神运真的好美 神运的服装美 舞蹈美 每一次大路拉开的时候呢 就是一幅很美的画 对我来说 神运最美的部分 就是他每一个节目里面 都运谈着那种神传文化里面 传统美好的价值观 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 节目里面呢 有寄贴重的仁义理智信 这些美好的信息在里面 有朋友曾经问我 佩芳啊 什么是神传文化 我不是很熟悉 下面呢 为大家做点简单的介绍哦 我觉得这幅画呢 我们可以来看图说故事 它也能够代表神传文化 大家看到画面的右手边上面呢 有很多神仙 在中国那片土地上呢 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神中大帝 然后呢就往水浆中呢啪射箭 有去看过的朋友都知道 背景的那个动态天幕像雨点般的箭刷 就全部都落在那个草船上 那因为一边嘛 他船是绑在一起的 一边呢受箭之后呢 太重了船身倾斜 那时候天幕又开始动哦 然后那个曹操呢就拿他的雨扇呢 就像现在这个动作一样 就大手一挥就让船全部掉头 掉头之后呢 让另外一方面也啪也接受那个箭 然后呢天要亮了 太阳要出来了 雾要散了 诸葛亮算一算呢 20艘的船上呢 每一艘船上大概有五六千只的箭 已经超过十万只了 他就叫他的军师们说 船可以往回开了 而且呢他叫他的士兵们 齐声大喊 谢谢曹丞相的箭 然后呢 鲁松回去呢 就跟周宇报告这个情况说 报告他借鉴的经过 周宇一听啊 诸葛亮神机妙算 我不如他 这个原本呢 是在课本上呢 在我们的书本里面 白纸配置的故事 可是经过在舞台上呢 中国5.5非常丰富的展现 以及每个舞蹈演员呢 把自己投入的角色里面去做演艺 还有呢 现场音乐的气势汤活 以及背景动态天幕的活灵活现 我在台下看的时候呢 哇 我好像整个人 被带到了那个万剑奇收的草船上 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故事 可是呢 我一直不太能够感受那种感觉 今年在看完十命的节目的时候 我有一个两个很大的体会 第一个 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是要经过通盘的考虑 而且不能照进 如果诸葛亮在第一时间呢 他就说 你十天要我照十万这件 怎么可能呢 变得 这个故事可能就要重写了 因为现在很容易这样嘛 我们碰到什么不舒服的事情呢 就会很急躁这样子 可是呢 诸葛亮他不是这样子 他经过通盘的考虑之后 因为他还要跟周渝有比较多的合作 因为三国鼎立嘛 他要均衡这个势力 所以呢 他第一时间没有这么做 他说啊 反观我们现在的人 如果碰到比较不公平 不正义的事情呢 好像就很不容易隐忍下来 但是这样是很不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呢 他从这个故事里面就觉得说 诶我们可以效法古人的智慧